昨晚我开车的时候听见光荡一声装树上了 房车的额头撞裂了感应灯也挂掉了 正好我就在山东离德州的房车厂家仅有300公里 我决定带房车回他的出城地娘家维修 这车间里有带拓的不带拓的越野的军工的各种款式 看得我眼花缭乱 厂家的售后赵师傅带着口罩也挡不住他的帅气 多夸夸他就能给我解决各种房车问题 之前后拓展的螺丝掉了当场就给我修好了 房车的后保险杠之前装坏了 这次正好一起修上 额头撞的也不是太严重 打个玻璃胶就行 致腿的底座掉了也要按一个 我还要给房车换个车蹄 想想这房车真是跟我吃了不少苦 总之带房车回娘家就是好 最近几天我要开房住了 期待我房车的华丽蜕变吧